他在大型劑判斷 整個大型劑判斷 是揣定了 揣定了通常出現情況是 什麼呢? 輪候炒積象 輪候炒積象資金到處找不同的東西去買 通常水向低流 股市也是,除非是一個泰油市 大家狂追所謂動力股 若不然很多時候水向低流 特別是這些市市傳定了 但你是不是大升 暫時看到上面有重重的阻力 剛才說了2600以至2600500 特別是2600500 2600500這個 兩次試了下來 這些兩位的阻力更加明顯 所以向上望去的空間不是太大 但是傳定了,傳定了有利人入市 通常這支金是用便宜來購買 便宜來購買,輪流炒 當然輪流,買完這隻貴了就轉另一個sector 便宜一點買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以講一些便宜的股票給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就是上海實業 這隻真是認真便宜 因為它的市盈率是三倍多 即使今年根據證券行的預測 仍然有少許倒退 倒退了都是三倍多 都是三倍八PE 真是低的 可能為何這樣呢 可能跟它有些地產業務有關 這陣子大家都知道 對地產業務有些內房 內地房地產業務有些戒心 可能這樣的情況 令到它的股息低 但是它雖然是這樣的情況 一來PE只有三倍多 股息有八個百里 看起來都頗笨的 加上有幾間證券行 根據彭博 綜合了四間證券行的目標價 平均之後目標價就是15元 現在是11.8元 所以也有些空間 還有技術上 它反覆上去 一直一直上去 中線來說上去 下來它沒有什麼跌穿重要的低位 這個重要的低位是這個 這個前浪頂 碰一碰上去 最重要的前浪底的低位是沒有跌穿的 而且沿著二百天線 二百天線大概是十一個半左右 沿著二百天線上去 所以這個情況是可以的 可以留意一下 十一個半是重要的支持位 穿了可能轉弱 如果不是 就有機會反覆向上 試前面高位 甚至乎再高一點也有可能 畢竟P就很便宜了 一旦市場對這些股份 有些轉 轉輸轉的看法 已經可以促市去走高一點 所以這些位置 就有防守性 你應該這樣說 下跌風險不大 向上就有些空間 所以可以當作一個潛力股 十一個半甚至十一元穿了 所以可能轉弱 要想一下 如果真的買便想一下 就要控制風險 如果能夠穿到上面這個 那就正式轉強 一 十二.二度 正式轉強 有機會進一步走高 所以留意著 今天的潛力股推介 就是這隻 上海實熱控股